新疆本部产茶 自古以来这里的茶都是由内地输入的 而昆仑雪菊让新疆有了自己的茶 其实雪菊并不是山茶树植物 但冲泡汤色红亮既有菊香又有上等红茶的味道 因此也被视为茶饮 目前在克里昂大面积种植的雪菊 来源于当地的一位村民 从卡拉昆仑山深处带回来的野生雪菊种子 最初只是观赏 后来有人发现了它的价值才得以广泛种植 在中国茶是一个很包容的概念 很多饮料原本并非是山茶树植物之作 如菊花水果中草药等等 但都在用茶的方式气泡平饮 被划定为代用茶 也是非茶之茶 对非茶之茶 人们更看重它们的保健功能 广东凉茶就是一道著名的非茶之茶 广州人都爱喝凉茶 以对抗里南湿热的气候 传统的广州凉茶需要二十多味药材 在砂锅里慢火熬制出来 严格意义上说 凉茶更像是药 老广东人一有头疼脑热 咽喉肿痛 第一反应便是来上一杯凉茶 两千公里外的云南西双版纳 那里的茶人依然生活在古老的传统中 喜宴上 敬茶是最重要的礼节 嫁妆里也少不了茶